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很大很大的损伤 那么请大家继续为这个地区的需要来祷告 那昨天同时也看到就是巴西本来情况就不好了 疫情很厉害 是 他的总统根本不相信说这个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呢 现在他已经超越英国 成为全世界受害的人第三多的国家 就说他总确诊人数29万多人 然后呢 星期三就是前天 他们的那个确诊人数跟死亡人数都是破纪录的多 光光是星期三就有18000多人确诊 然后呢 他们现在的死亡人数已经逼近19000人 所以情况其实非常不好 医院里面圣保罗市的医生护士都快要崩溃了 因为整个医疗体系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多的病患 他们整个医疗体系即将崩溃 那当然巴西这些年来 经济跟尤其是政治非常不稳定 那整个南美 中南美其实政治都非常不安定 是 疫情的调查也非常的不透明的 他们也可能没有能力去做诊断 检验 筛检 不论如何 中南美洲是一个疫情的非常大的一个破洞 不过呢 中南美 尤其是巴西 它是一个很强的天主教国家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 求主真的是用奇妙的方式拯救祂的人民 是 我记得《民宿记》21章 讲到当年以色列人遇到火蛇之灾 于是神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高高举起来 凡是仰望铜蛇的人当时就得救 而这个正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预表了耶稣基督被高高举起来带来的救恩 我们恳求主帮助这些在疫情中的中南美洲的国家 让他们更多人回转仰望耶稣因此而得救 我们也为他们祷告 因为全世界是一个世界村 凡是有破洞的地方 往往也会影响其他的地区 我们一起晚上为这些需要的地方来祷告 我们同心来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享受平安 但是我们也想到世界上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人 在苦难之中 在疫情的摧残和威胁之中 今天晚上 我们除了再次纪念印度巴基斯坦的风灾之外 特别将中南美洲 特别是巴西这些国家 他们疫情的发展来祷告 恳求主恩待他们 在这个苦难之中 他们人的心愿意转眼仰望耶稣 于是从中得到心灵的力量 也从中得到一个安定的保护 恳求主引领保守这许多国家 恳求主让他们的人 再次完全归回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也更恳求主 差遣天使天君帮助灾民 帮助受害的病人 特别很多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已经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恳求主也兼顾他们 愿主赐福中南美洲这一片土地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主今天晚上也赐给你心灵的平安 让我们珍惜这个平安 也为这个平安感恩 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前几天有位我儿子 他们教会的年轻宣教士 在柬埔寨 Ethan对吗 对 Ethan跟Elizabeth 那Elizabeth有寄了一个消息给我 就说初步到医院做了检查 是应该不是 目前看起来 应该不是假装腺癌 但是呢 他们还在等切片 所以呢 算是一个我们为他带的 他们很感动 他没有想到这么多在台湾的弟兄姐妹 他们从来不认识 却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们继续存着信心 再祷告 是的 愿主纪念你所摆上的 晚安 就有不认识 Roman wanted to show us 不认识 我们 word children 都噢